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幸福绿皮书 这部电影刚刚拿下了金球奖 喜剧类型的最佳影片 最佳剧本 还有最佳男配角 有拍过一堆白烂喜剧片的 Peter Ferrari 指导 Vigo Mortensen Marshalla Ali 主演 这是一部让我看得很愉快的电影 给我的感觉 有点像是两年前的关键少数 电影稍微有点孰难 但是很适当的温馨动人 同时爆笑不断 一切都可以预料的剧情发展 但在两个主角准确的诠释之下 给予了深度并且提升了整个电影的高度 幸福绿皮书虽然改编是真人真事 但俨然它就是第6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 温馨接送琴的反转版 原本是Morgan Freeman 饰演的司机 在这里变成了 抄着满口意大利腔英文的Vigo Mortensen 而凭着温馨接送琴 成为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最高龄得主的 Jessica Tandy 在这里则变成了黑人音乐家 Marshalla Ali 一样都是一段跨越了 种族阶级性格所建立起来的友谊 人文片名 Greenbrook是指一本 记录美国各地黑人友善餐厅 旅馆 加油站 等等地点的一个指南书 所以这个幸福绿皮书当中的绿皮书 可以说是跟幸福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不得不说片商在把翻译片名加上了幸福这两个字之后 你会去想看这部电影的心情真的是多了很多 幸福绿皮书在这两个主角有趣幽默的台词和表演之中 要表达的主题还是歧视这件事情 不过在黑白互换的情况之下 整个观点变得复杂又有趣许多 就在这趟旅程当中 白人坐在前座 黑人坐在后座 这样子的关系里面 展现出了许多有趣的对比出来 打破了原本黑白种族之间正是正确的对位 不再像是关键少数 或者是姐妹里面那种 是非黑白很清楚的状态 剧本很诚实的展现了这两个角色身上的矛盾 这是一趟这两个主角都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看见这个世界你没有看见的那一面 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一开始觉得Vigo Motensin他的角色非常的亮眼 把一个意大利在美国纽约的夜店当保镖 用拳头上班 然后充满着小聪明的Tony诠释得非常的成功 你完全就会相信他是那一个无所畏惧 很接地气 在中下阶层生活的司机 他在这个剧本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状态 我们会看见这个角色在旅途当中的一些外在行为的改变 但更精彩的绝对是另外一个角色 他的内心冲突还有转变 从中段开始 真正的戏份开始落在Mahushala Ali 所饰演的这个黑人音乐家的身上 在他要面对到不公平的待遇上面 在他眼睛看到的事物上面 他走出了自己原本高高在上的那个位置 去寻找自己新的定位 在角色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愿意去做改变 而这部电影很重要的讯息 也就是做出改变 面对你觉得不对的世界 你可以用一种很厌世很放弃治疗的态度 也有很多有勇气的人 他们选择去改变这个世界 用自己的能力还有影响力 试着让这个未来变得更好 这个电影这样子听起来有点沉重 但其实过程非常的欢乐充满了笑料 就像我一开始讲 这是一部让人觉得很愉快的电影 同时又很有温度 剧情流畅又郑重敏迪 讽刺的地方我都觉得很有趣 这一黑一白的两个主角 他们之间一直有着一种紧张的气氛 也不会让人觉得无聊 我唯一不喜欢的 还是那个过于安全保守的结局 适合想要一部能够一家大小 一起欣赏的剧情片的观众 特别推荐这部电影给想要学习 怎么写信给老婆的你 幸福绿皮书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 如果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